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24年6月12日一大早 在眾多粉絲和媒體記者 翹首以盼的目光中 吕韓歸國的大熊貓福寶 雄姿優雅地走出內捨 這是他回國後 第一次公開亮相 回國不到三個月的福寶 顯然已經完全適應了 家鄉的環境 探索一圈後 福寶悠閒地享受其美味大餐 常言道好事成雙 就在福寶亮相的同一天 在避風峽基地 同樣備受關注的 旅日歸國大熊貓香香 迎來了七周歲的生日 不少粉絲遠道而來 專程為他慶生 七歲的香香出落得更加漂亮可愛 而人們記憶中 他小時候的樣子還歷歷在目 六年多以前 在位於日本東京的上野動物園 剛滿六個月大的香香 有生以來第一次與粉絲見面 在外面的上野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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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江登場 媽媽珍珍毫不猶豫地 把熊孩子叼回了那時 與老母親對抗失敗的香香 只好乖乖地洗臉 梳頭 認真吃奶 然後正式隆重登場 憑藉著這第一次亮相時的名場面 香香一躍成為日本的國民偶像 全身粉色的小卷毛 讓香香獲得了粉色小公主的稱號 她是日本可愛文化的最萌教主 她也是經濟奇蹟的創造者 億萬身家足以再造一座東京晴空塔 這是日本動畫片裡 《廣為人知》的橋段 如果你小看熊貓 以後一定會後悔 總之人生在世 如果連熊貓都沒有看過 會非常丟臉 我想起來了 熊貓從中國送來的時候 簡直全國都瘋狂了 片中人們排隊看熊貓的這一幕 就發生在香香公主傳奇熊聲開始的地方 上野動物園是日本人熊貓之愛的起點 半個多世紀前的1972年 為了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大熊貓康康和藍藍被送到了上野動物園 日本人最著迷於可愛文化 大熊貓黑白分明的外表 韓太可居的動作和表情 簡直就是日語卡哇伊一詞的最好駐見 康康和藍藍創下了一年中 920萬人次參觀的歷史記錄 點燃了整個日本對大熊貓的熱愛 在粉絲小公主香香出生之前 這家動物園曾經養育 存活過兩隻大熊貓寶寶 十餘隻可愛至極的大熊貓 先後成為上野動物園的金字招牌 但是在2008年 24歲的大熊貓玲玲去世了 它是當時上野動物園裡的 最後一隻大熊貓 沉寂了整整三年後 2011年上野動物園進行了改造 專門把大熊貓館搬到了距離 大門口最近的地方 房間裡還安裝了當時最豪華的 地熱供暖系統 這一年一對年輕的大熊貓夫婦 即將到來 中國名字叫做比利和仙女 日本名字叫做莉莉和珍珍 她們就是香香公主的父親和母親 莉莉和珍珍親歷了2008年中國汶川大地震 她倆原本位於四川沃龍核桃坪基地的家 被地震徹底破壞了 那時的日本以每年95萬美金的價格 邀請莉莉和珍珍到東京出差 這筆工資最重要的用途 就是幫助中國重建被大地震摧毀的 四川大熊貓保護區 熊貓專機緩緩降落的時候 機場的工作人員甚至穿上了大熊貓的服裝 迎接兩位貴賓的到來 這一年的三月底 大熊貓伴著盛放的櫻花正式展出 成為當時日本的一大盛世 莉莉和珍珍非常恩愛 努力不錯過每一個情人節 日本民眾也格外期待 熊貓寶寶的誕生 不過這件事在哪都不容易 珍珍在2012年生過一個寶寶 但是寶寶出生不到一周就夭折了 直到五年之後 2017年5月 動物園再度宣佈了 珍珍疑似懷孕的消息 為了熊貓寶寶的平安出生 當時的動物園甚至決定全員禁煙 珍珍閉門謝客 日本飼養員輪流倒搬 全天候地守在珍珍的產房外 中國派出了專業奶爸 飄洋過海 專門來給珍珍接生 歷史性的時刻終於到來 2017年6月12日 上野動物園的大熊貓產房外 傳出了中國奶爸 格外緊張的聲音 寶寶在哪裡 怎麼看不到 現場的人們格外緊張 直到母親珍珍把寶寶含在嘴裡 大家才看清這個還沒有人手長大的小傢伙 她可是近30年來 在上野動物園裡第一隻自然繁育 並養育成活的大熊貓 全日本都在為她的到來而歡呼 這隻出生時只有147克的雌性大熊貓寶寶 天生一張微笑臉 戴著兩個好像蝴蝶結一樣的黑眼圈 很快就成了全日本的掌上明珠 從出生那天起 她每隔十天就會進行一次體檢 每次體檢都成了她的粉絲見面會 大熊貓寶寶都是天生的大明星 點點滴滴的成長都會引起轟動 盼星星盼月亮 人們就盼著大熊貓寶寶能快點長大 盼著它能早點和人們見面 日本網友爭相為大熊貓寶寶取名 從322,581個名字當中 香香這兩個字脫穎而出 很香氣的名字 我認為是很可愛的名字 我認為是香氣的香氣 我認為是香氣的 明明的印象 最為奇特的是 年幼時的香香竟然是粉紅色的 據說熊貓寶寶粉紅色的毛髮 是大熊貓媽媽愛的證明 大熊貓媽媽用甜寶寶的方式 來增強孩子的免疫力 使媽媽的口水 讓寶寶的毛髮變成了粉紅色 香香是來之不易的孩子 母親珍珍格外細心地呵護她 但是再細心的親媽 也有著急幹飯的時候 不過香香也不是省油的燈 小小年紀 她就很有自己的想法 母親有多嚴格 香香就有多叛逆 於是母女大戰的名場面 就這樣正式登場 熊孩子的真性情 讓粉絲瘋狂上頭 甚至有粉絲說 香香比自己的孫女還可愛 半歲的香香 一躍成為日本國民級偶像 前所未有的大熊貓熱 席捲日本 很可愛的 商家高掛著熊貓旗幟 玩具店裡到處都是大熊貓玩具 日本料理 蛋糕 都變成了香香的樣子 據說商品包裝上 一旦印上香香的圖案 市場營銷理論通通失效 商品必定暢銷 動物園推出了香香不同時期的布偶 重量跟它當時的體重相同 郵局推出了紀念郵票 上野動物園甚至展出了 香香糞便的標本 據說它的便便也是便如其名 是清香的竹子味道 年幼的香香每天公開露面的時間 只有兩個半小時 大熊貓踩票應運而生 參觀香香必須抽籤 抽中了才有機會排隊看香香兩分鐘 卻搭配到其他好 相當中的 multiple cupcake 林盛瑩 香香首次展出的那個週末 觀眾抽中入場卷的比例為 144比1 那是小公主香香的熊生当中 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 每天忙着和妈妈 斗智斗勇的香香 很快长到了一岁半 大熊猫是独居的动物 一岁半到两岁 使他们彻底断奶 离开母亲 走向独立生活的年纪 2018年12月10日 是香香与妈妈 共同生活的最后一天 分别的时候 妈妈珍珍两次拥抱了香香 似乎在说再见保重 彻底断奶后的香香 化思念为食欲 每天独自认真地吃竹子 有时候她会突然地难过起来 香香公主 香香公主慢慢地长大了 三岁时的香香 体重超过了86公斤 人们看着这个毛茸茸的小肉球 一点一点成长为胖乎乎的大姑娘 三岁生日的这一天 奶爸奶妈用香香爱吃的胡萝卜和苹果 专门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香香生日宴的吃播 从站着吃开始 逐渐变成坐着吃 然后是躺着吃 最后让她和粉丝都吓了一跳 香香香四岁的时候 有了一对弟弟妹妹 2021年6月23日 香香的妈妈珍珍 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小小和雷雷公开亮相之后 再度掀起了大熊猫热 香香一家五口 成了上野动物园的金字招牌 香香五岁生日时 正值大熊猫访日五十周年 东京的一家百货店大楼外 挂出了巨幅的香香海报 日本专家估计 香香在上野动物园的五年时间里 为日本带来了约四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相当于东京晴空塔建造费用的1.3倍 上野动物园为香香一家 精心准备了新家 占地6800平方米的熊猫森林 面积是以前大熊猫馆的三倍 这座新家本来是为了香香公主 专门打造的 但是坐拥亿万身家的香香 一直没有搬家 直到离开日本的那一天 他一直住在老房子里 原本为他而建的熊猫森林 留给了他的爸爸妈妈和弟弟妹妹 据说香香没有搬家的理由是 香香格外敏感 到了新环境 他会坐立不安 此时的香香也到了 为回到中国做准备的时候 香香原定于年满两周岁时 回到中国 但因为香香在日本的超高人气 香香的归国形成 在四度推迟之后 终于定在了2023年的2月21日 2023年2月19日 想象最后一次与游客见面 人们天不亮就开始排队 排队四小时 其实只能看见香香两分钟 人们天不亮就开始排队 排队四小时 其实只能看见香香两分钟 比较一直�전 之后 总之夜看到阿尔 对 Ross来自中国滲周 他们也站得到 一步 到别扩的时候 就au声 祝福 三 Markt 平均 50氏 马尔 2023年2月21日 是香香在日本生活的第2080天 也是最后一天 当运送香香的卡车 驶出动物园的时候 东京街头站满了送行的民众 香香回国之前 共有13只大熊猫留在日本 根据《现行国际法》的相关规定 大熊猫均为中国所有 旅居海外的大熊猫 和新出生的大熊猫 在一定年龄阶段必须回国 香香等海外新出生的大熊猫 回国的目的是 相亲进而繁育下一代 而出生在中国 后来旅居海外的大熊猫 高龄之时也要回国养老 安度晚年 就在香香回国的一天之后 2023年2月22日 30岁高龄的大熊猫永明 带着自己的双胞胎女儿 英邦 陶邦一起 也从日本启程回国了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熊大爷 永明 他1992年出生于北京动物园 两岁时来到日本出差 住在日本和歌山县 一个拥有大熊猫火车的温泉小镇 它是旅居日本最高龄的大熊猫 也是拥有后代最多的大熊猫 它是16只大熊猫宝宝的老父亲 在日本和歌山县的冒险世界乐园里 熊大爷永明和妹妹梁邦 前后两任妻子 孕育了中国在海外最大的熊猫家族 冒险世界出生的大熊猫 名字中都有一个邦字 也就是赫赫有名的邦家 日本和歌山县的冒险世界 从1994年开始 与中国进行科研合作 永明所孕育的大熊猫家族 让日本成为继中国之后 世界上第二大的大熊猫繁育基地 永明因此获得了 日本动物大奖会的最高奖 日本当地政府还授予永明 献功勋爵的荣誉称号 不过永明似乎看淡荣誉 更愿意以美食家的身份生活 在冒险世界里 他与孩子们一起躺平 同为旅居日本的高龄大熊猫 神户王子动物园的大熊猫蛋蛋 没能像永明一样回到故土 蛋蛋是中国本土顶流女明星 短腿女神花花的姑奶奶 花花无敌呆萌的小短腿 就像极了这位蛋蛋姑奶奶 蛋蛋1995年出生 那一年日本发生了板神大地震 蛋蛋与丈夫新兴是专门送往神户 为日本灾民打气加油的吉祥物 直到今天 这么多年过去了 当地的粉丝还会说 自己看到蛋蛋 心中就仿佛被注入了无尽的勇气 蛋蛋的丈夫新兴 多年前突然离世 孤身一雄的蛋蛋 一直留在了王子动物园 2020年租期刚结束的时候 蛋蛋的心脏病发作了 2022年4月 27岁的蛋蛋闭门谢客 因为治疗需要 蛋蛋身上被剃掉了一些毛发 日本奶爸小心地把这些地方 修成了漂亮的心形 在他28岁生日的时候 日本的奶爸们 为蛋蛋精心安排了一次寿宴 作为主菜的西瓜 刻上了一只大熊猫的图案 2024年3月底 在专程赶来神户的中国奶爸的陪伴下 在日本民众不舍的泪光中 淡淡平静地走完了 雄生的最后一程 思念香香的日本亲友团 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四川 在香香公主回国的近八个月之后 2023年10月初 人们终于等到了 她公开亮相的日子 香香公主从东京上野动物园回国后 因为环境的变化 一度陷入沉寂 这只敏感的大熊猫 一度连吃饭都藏在后山 索性她偷偷吃饭 也在偷偷长胖 依旧在健康地成长 出现在人们面前的香香 落落大方 她用各种造型 展示着她在故乡生活的幸福和快乐 香香公主会侧耳细听 粉丝们对她说的话 有时还会长时间的停留在游客面前 仿佛认得出每一个深爱着自己的人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